你知道什么玩具会让人尖叫吗 这样的玩具 若刻卸成轨迹 一座亲手拼出来的机械 迷成满眼的机械朋克有没有 转动手柄 启动齿轮 让时刻钢柱不断的在蜿蜒的轨道上 循环运动 能量的转换 肉眼可见 这是一场机械之力与万有引力 共同谱写的滑脏 复杂的轨道 随机的选择相机了人生 不论走的是哪一条 汇入的还是那个终点 但是是终点 也是起点 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是既解压又起发 不完的时候 你当个摆设也是颜值担当 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被它的颜值给征服的结果 忍受了长达半天的 痛苦并快乐者的拼装过程了 你要是不喜欢动手 你要是不喜欢动脑 你要是连一个半天的放空时间也拿不出来 那我劝你 再喜欢它也不要买它 否则你买的就不是快乐 是折磨了 而如果以上你都OK的话 那就必须要买它了 因为你会发现 从打开包装的一瞬间 躁动的内心瞬间停静 沉浸于拼搭的世界 久违的喜悦自然生发了 这件好物你值得拥有